对稍后的行驶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博也是认真的在记住老师讲的每个句话 好 现在一博已经发动了我们的赛车 看一看稍后在赛道当中一博会有怎么样精彩的表现 OK 我们现在看一博已经坐进赛车了 所以我们也把刚刚指导一博的博格老师也请到了现场 看一看一博的赛车表现 欢迎博格老师 嗨 大家好 我们看看一博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他现在是在慢慢在熟悉这个车的过程还是在 对 是的 是的 咱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出场圈 就是驾驶 第一个弯道吧 对的 对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 第二 这个弯道 感觉速度不是很快 对 因为呢 咱们第三的赛车用的是一种光头胎 所以出场圈的第一圈 因为大家有一个读我说的 它是需要进行一个暖胎的动作 让轮胎以及刹车来达到它正常的工作温度 否则的话它抓地力是不够的 OK 我们现在看到它一直保持在一个100多麦的左右 对 没错 你看现在进行一个刹车油门这种控制就是一个暖胎的动作 嗯 刚开始的出场圈刹车点都会比较早 因为刹车跟轮胎都还没有达到工作温度 好 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展示出赛车的那个速度 对 这么多 好 我们看差不多这个时候已经跑了第一圈的半圈 过半了 是的 应该来说在出场圈的第一圈 整圈都是用来满胎 嗯 没刹车的 对 因为咱们可以看到 呃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频道